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委員秘書長 今天本席已經在這個地方 請坐 請搶一下 不然叫別人 請答問你 其實 這是整個國會改革應該是國會各黨團之間的論戰 那 中英化的 中英化的這個國會議長和副議長 來自於這個 民主長 其實你智慧的空間是不多的 那立法院法治局有可以提供立法的參考 本日今天在這個地方 就代表民主進步黨 對於國會改革民進黨的方向和抗法做個說明 那首先要說明的就是說 今天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版本總共有25個版本 那當然 目前兩個最大黨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版本都還沒 互違 那在這裡說明就是說 我們民進黨黨版 在上一屆第八屆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刻 在12月5號 被國民黨擋了一天多次 所有國會改革版本被擋了一天多次 到最後選舉權才撫 那時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王院長在談的國會改革 那我們這時候反對在最後幾天 尤其最後只算三天的時間 可以來談國會改革 要用朝野選的方式 我們要把整個國會改革版本 能夠完整的 在立法院裡面討論 至於今後公聽會等等形式 然後在這個歷史的機會上 我們好好做一次國會改革 那這裡談的就是說 我們版本應該在三月底會提出來 雖然我們 版本大家可以從立法院議事務談 看得到 我們總共修了七個法案 這七個法案當然 包括國會五法以外 包括程序委員組織法 包括修建委員會 修建委員會等等 所以雖然版本是所有的版本裡面 到目前為止 可能應該是修法最多的 那我不敢講說我們最完整 因為所有的版本 要經歷大家考驗 以及大家的檢討 至少我在這裡要談整個國會改革的 我們今天這個國會改革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課題 我們知道 國會前面改選 1993年國會前面改選以後 大家 到了1999年 1999年1月12號 這歷史是關鍵的時刻 請各位委員大家能夠了解 1999年1月12號 國會無法修正 就剛才華盛局局長在談的 就是說 在1999年以前 也就是說 第三屆還結束 第二屆第三屆以前 國會是沒有法 國會在開會討論是沒有法 沒有一定遊戲規則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過去大家對立法院過病是什麼 叫立法牛不法 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擋所有的法 那實在是這樣的 所以 1997年的時候 李登輝總統提出國術會議 談到國會改革 那整個在立法院如何如何進行 那時候我有幸當民進黨黨團的副總召 參與國會改革 那對國會無法的制定 那當然 這是一個歷史關鍵的時刻 我們要 這個叫第一波國會改革 那時候 在二屆三屆的時候 民進黨黨團一直提出新國會改革 改革小組等等 都一直提出來 那在中間 在中間 各黨團都有提出來 但是 真正 是在第一波國會改革 是在1999年 1月12號 那是 這個是一個歷史關鍵的時刻 李登輝菜遊戲規則 很多都是照一般民間團體的遊戲規則 包括執政行事法 包括 議員組織法 各文會組織法 執政行事法 議員行為法 議事規則等等 那第一波國會改革 接下來進行 所謂第二波國會改革 要對世界的時候 然後強調什麼 議員委員會專業化 議員會中心主義 那當然 這次改革就是說 所有委員會通過的法案 只要 委員沒有意見的話 直接送宴會 過去不是這樣的 這尊重委員會 叫委員會專業化 當然是 有意見的 當然可以拉下來學商 那 裡面是學商完畢 送到宴會的時候 有意見的委員可以連署再拉下來 所以這個機制是很完勝的 這個叫第二波國會改革 到了2014年之後 第三波國會改革 這是一個立法案最大激烈變動的時代 的時刻 也就是國會檢辦 那時候 國會檢辦以後 造成票票不等值 等等現在值得討論不不分 那整個 整個第四波國會改革 立委檢辦 單一選期 兩票制 也沒有原名 到底是聯益 定義制 那一波國會改革 就是坦白講 在 李中央總統 前總統 以及宋主席 眼光中 就是消滅小黨 好 那 現在我們看到 所謂 這個應該算第一波國會改革 那這個是歷史上機會最好的時刻 因為大家瞭解 過去 立法院維持危險體制儀器 也就是國會多數暴力 因為國民黨在國會一直多數 今天 民運黨在國會多數了 當然是更應該賦予責任 來嚴肅面對國會改革 那我們要瞭解 19 國會的整個 大家聽到一個都說 國會 立法院是行政院立法級 這個是大家朗朗上口 國會火車 立法院只不過比較靠近火車那支國而已 市場影響的潛力是有限的 因為立法院只有立法權 有執行權 所以預算只有三點錢 三點錢而已 不能增加 甚至乃至於指定項目 有時候都有爭議性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 為什麼國會弱化 今天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要討論的 國會要如何建立國會的形象 我在這裡請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所做國會改革 裡面我個人在國會這麼久 已經24年 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要恢復國會基本的尊嚴 我不是讓國會就是一直被外面消費對象 就污名化對象 然後要成就某些人道德的形象 這是完全錯誤的 每一個立法院選擇都很辛苦 所謂國會的基本尊嚴應該讓他恢復 因為國會議員都是很認真的 當然現在也要七月委員還要進行選區 事實上每一個人時間經濟都有限 那如何讓國會專業化是一個很重要 那國會專業化以前 我們談國會為什麼會弱化 各位要想一想 1997年修憲的時候 李正會總統最後一次修憲 把國會徹底弱化 為什麼 起燒隔壁同意錢 起燒隔壁同意錢 然後呢 過去 行政院送來立法院的法案 有所謂的覆議案 有不信任案 這個法案假如立法院沒有通過的話 行政院提覆議 在呼籲的時候 並沒有被立法案接受說 行政院必須把這個法案撤回 不然的話就是 永遠下台 這是一個很尊重立法案的 國會同意錢 還有不信案提出 還有一個被在1997年修憲的時候 被李正會總統動結 憲法有七條 各位要了解 憲法有七條被動結 但是這個憲法有七條是立法院很重要的一個武器 也就是說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重大政策 有並跟的潛力 92年的時候 用這個 憲法有七條提出 被核式並跟 把核式廢止掉 總共核式被 被 在 那時候就是我提案 把核式廢止掉 後來修憲的時候 因為92年發生這樣的大事情 把連 憲法有七條也凍結掉 所以這是國會都化了開始 今天要重新討論 國會要大家談人民的國會 專業國會 來自於 這個開放國會 這個民黨一直在談的 每一個人都說國會改革 但是有很多原點上面 整個憲法設計上面 事實上把國會整個都化掉 也就是說 1997年修憲 所以今天 整個國會改革要談什麼 要並從憲政改革一直來談 我今天國會改革 不是在紀錄新的 國會不會透明化 我在領黨黨邊當了15年 最希望曹理翔透明化就是我 因為我就不會被污名化 大家知道曹理翔是一個非常痛 非常高度 真的蠻疑瘋的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落入紀錄上 大家好像立法院是一個民事協商啊 民事協商啊 民事協商 專門在喬事情 政治是高度需要折衷的 那是不要談判的 所有其他結果全部要透明化了 全部是大家公佈都清楚了 所以呢 今天我要談的不要落技術性的問題 在所謂的 只要透明化 能夠透明化盡量去透明化 我是最主張的 大家瞭解立法院整個立法過程 是如何 如果專業是如何艱辛的 所以今天 這樣談國會改革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有個歷史的高度 也就是說 要並從憲政改造一直談 只有一直在談國會改革 一些技術性問題 什麼藍畫面啊 什麼旁聽啊 這些都不是 技術性的變革 要談到整個憲政改造 認為的話這些都是白談的 不要維持在技術性方面的問題 然後一直在 一直在站著牛角尖 所以我們現在談到 意思是關鍵時刻在什麼時候產生呢 2014年 大法官 854年釋出來了 國會有調查權 這是何其嚴肅的 剛才時代曆在這裡談的話 他對國會調查權沒有談到 他只 剛剛我看房東報告 有談到聽證權 國會的調查權和聽證權 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設計的 那585事件 因為對於319證券會 釋出來 那年大法官 試驗法 試驗法庭 我代表民進黨黨 民進黨所有的 宣言學者 包括很多宣言學者 一起到 宣言法庭去辯論 然後 當年還有蔡總教授 很多 陳英遣教授等等 那年 很快的釋出來 2004月12號 國會調查權釋出來 國會調查權釋出來以後 一個禮拜內 我們馬上成立整個 國會調查權研修小組 所以民進黨一直 一直在國會改革 一直長期持續努力 但是到了 到了第五屆 第九屆 第七屆 提出來以後 國會沒有在 很久被通過過 但是大家對於國會調查權 都是非常慎重 各位大家想一想 這是一個 為什麼民同憲政改革 憲改了 國會這個調查權 是和今天進黨議員有來 和進黨議員要分享這個調查權 這個憲政上的制度 一定有憲格 那假如這兩邊調查出來 結果不一樣 以誰為準 那進黨議員現在是傾向 大家都知道 是滿有任命的傾向 大家對於 他的信任感是有問題的 那整個國會現在 將來有調查權的時候 真的要 尤其要 讓國會有調查權的時候 讓這個調查權 不會濫用 變成憲政怪獸 變成揭入的政爭 或揭入的個案 是要整套規範 調查權權是要整套規範 包括利益衝突回避法 我們理該一在這裡談的 利益衝突回避法 等等都要重新來修正 整個程序方面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談就是說 整個國會改革 希望大家一起來看待 整個憲政改革 到底是不是 今天還應該會 回到三前 大家不要忘記 你有發現現在是唯一的修憲機關 我們在 我們歷史上的責任 我們沒有辦法回避 這一屆一定要面對憲政改革 到底中央政府體制是 是內閣制和總統制 或是像總統制 親血雙手掌制 等等都要談分清楚 18歲公平錢 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商業界都沒辦法處理 票還不等職要怎麼處理 各國要不要同意權 總統權力要如何先收 乃至於整個 國會和情侶部門的 橫平的設計 要怎麼重新來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所以本席在這裡 向各位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希望 我們看到 非常高興看到 總共有25個委員提出版本 代表大家都非常有看法 非常有看法 這是一個國會 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我想各黨 我們包括 如果讓這個委員會 更加專業化等等 都有設計 這個設計上面 包括其他部分區的 改變都應該重新調整 所以本席在這裡談的就是說 我們應該分給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 設計不是修法 像立法院議事規則六三條 院長就可以直接報院會的 所謂的 新聞採訪以及旁聽 這個根本不必修法 我想這個已經馬上在做 包括上個禮拜 我們常常有 有關於國會頻道的 暫行辦法 等等 這是大家都知道 要朝越開放的部分 一直走 只要國會越開放 國會被誤解成這個 就會被殺 然後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 言論自己去負責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的觀念 所以未來 國會 第二部分 我們要看到整個國會 無法怎麼 人日期晚怎麼修 最後 憲政改革 憲政改造應該怎麼樣 本期今天應該時間有限 以上提出 民進黨基本上 對於國會改革 基本概念的看法 那我們版本 除了第一 在上一天提出 所謂基本加工 當然 這是在 有新的委員進來 我們要重新尊重每一個委員 大概改變幅度不會太大 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向各位 來報告 民進黨黨團 完整的國會改革版本 以上 本期代表民進黨 在這裡先做 原則性的 這先是 謝謝科委員 好 我們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發言 時間12分鐘 主席 國委員同仁 以及各位媒體記者林志先生 那個 林秘書長 還有立法院的列席 所有的首長 是不是請那個林秘書長 麻煩請林秘書長 林秘書長 你們第二次上來 就不用再行禮了 好不好 直接到備詢台 謝謝 林秘書長 我想喔 當然 我首先要做一個 呃 陳述就是 因為當然 我現在是國民黨團的書記長 是 那國民黨團已經有提 這一次啊 整個國會改革的一個版本 那就是還沒有經過互議期 大概隔兩天 就可以進入裡面 所以做合併來審查 那當然剛剛 這個 民進黨的總召啊 他們有 特別提出他們的版本 還沒有整理好 還沒有出來 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還有一個 江啟臣啊 他也提了一個版本 一併進來 再請主席合併 來做 這個 一併來審 我認為說 國會改革是 不管再朝再野 是大家共同的一個責任 那秘書長 我想喔 一朝天子一朝城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整個立法院 這些工作同仁啊 他們的感受 那在大唐國會改革的同時 你認為現階段 是應該採取大刀闊舞的方式 還是漸進式的 那種方式來做改革 報告委員 我想這個國會改革 其實真的是 是必須要這個 有一個整體的規劃啦 因為國會改革它不可能說 只有一個 只字節節的改革 它必須要整體的規劃 那麼這個整體的規劃 我想剛剛那個民進黨 柯總召他也提出 他的整個構想 他可能會動用的 改革的修法的法案 大概會有 七個法案左右 那我想 這個整個七個法案要做的 比如說對於委員會中心主義 那個委員會的專業化 還有對於透明公開等等 我想這一些 可能都是在整個法案的設計裡面都會有 我想在國民黨內應該也會有這些法案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能夠漸進式的來做的話 我們現在是沒有修法的範圍 我們大概都做了 至於整盤的處理 我想我們尊重各個委員會 大家各位委員的決定 大家一起來處理 那你認為改革如果建立在人存正取 人亡正習的這個形態上 那有可能建立一套可長可久的制度嗎 因您看法 我想應該是以制度為主啦 不應該以人為主啦 我想制度是比較重要啦 那個秘書長 因為喔 由台灣目前的整個政治制度來看 你認為 這個多數學的民主和參與式的民主 哪一個是比較適合現在 整個台灣的社會 多數學跟參與式 我想 那個委員的意思是說 在提案表決的時候嗎 還是 對啊 或是說是參與式的民主 你認為是 哪一樣是比較適合我們整個台灣的社會 好 目前是這樣子啦 參與式當然是一定要讓他參與 但是在表決的過程裡面 立法院一定要有一個 這個階段嘛 那這個階段當然是 要少數要服從多數嘛 多數尊重少數 我想這個原則是 是一定要的 民主長 因為台灣進入整個民主時代 其實短短喔 不到這個30年 但是我們有什麼優勢 能夠比這些老牌的民主國家 更能夠進階到新型 新型態的這個民主制度 因您看呢 我覺得我們台灣目前最主要的 這個跟老牌國家最主要的那個動力是 我們非常活潑 而且這個青年他們參與的能力非常強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跟老牌國家 這個民主國家最大的不同點是 我們的參與力 就是說比如說投票力來講 我們都是非常高 高於其他的這些老牌的民主國家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最主要就是 活潑參與的這個活力很強 那個民主長 因為公民素質成熟度 是不是已經足夠達到這個 整個理性的一個思考 那所有公共事務是不是 這個只留於這個情緒上的 情緒至上 這個我們不敢說完全是這樣 但是多多少少當然會有 但是我覺得我們公民都不斷在 在交易不斷在進步 所以我想現在應該我們還是要尊重說 讓他們參與 但是最後的結果還是要尊重多數 那個民主長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你擔任過第一屆到第四屆 以及第六屆的立法委員 那從威權一直轉到民主時代 當然國民兩黨你都輪替執政過 而且你政黨的傾向也由難轉綠 這些從政經驗你應該相當有感觸 我是認為你個人的感觸 那請問現在國會改革聲音士氣 你認為哪些方面是破缺需要改革的重點 謝謝委員的那個問題 我想這個很重要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國會最需要改革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國會所有人的 對我們立法委員跟國會的那個尊嚴的提升 那麼這個尊嚴的提升 因為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尊嚴的提升 那這個是才是我們改革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尊嚴提升我想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我們要那個專業化 那個專業化的話 所以我想有很多人都提到所謂委員會的中心主義 就是要專業化 第二個就是我們提升的這個尊嚴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讓人家覺得 我們是非常的透明 這個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透明公開 這樣子也會對我們立法委員的尊嚴 跟國會的尊嚴做提升 所以說這一點齁 您講到說公開透明 對 因為外界所詬病朝野協商這種做法是 你認為是不是需要匯除 如果不匯除的話 要怎麼樣才能夠脫離密室協商這樣的一個罵名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朝野協商 那時候為什麼會設定朝野協商 是在1997 1999年那個 這個國會那個改革的時候 那個國會無法改革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立法院 這個所謂的立法非常牛部化 所以常常在二讀會的時候 為了一個人的反對 可能就是把那個整個法案卡下來 所以那時候才制定朝野協商的一個法治化 所以在1999年制定那個朝野協商法治化之後 就是要解決國會牛部化那個的問題 那現在我是覺得朝野協商其實還是必要 但是朝野協商有可能當然要詬病是因為說 他是覺得你們都密室啊或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的朝野協商在那個 所有那個黨團的這個共同 這個支持下面還有蘇院長跟那個 蔡副院長他們堅持下面 現在大概都有錄音錄影 而且我們都有直接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文字黨的那個立刻的上檔 所以我覺得以後朝野協商如果大家都用錄音錄影 這樣公開方式的話我覺得 這樣叫做公開透明是不是 因為你擔任過執政黨以在野黨身份的立委 應該對所有執政黨委員在野黨委員 以及多數黨委員以及少數黨委員提任 比任何人都深 那請問如果匯除協商制度一切依法行政 你認為這樣的立法環境 是不是一定會比現在好 因您看呢 我覺得那個協商制度是不能匯 協商制度還是要存在 那只是學商的過程 我們要盡量做到公平 就是透明公開 我覺得這個是要做到的 那現在我們也幾乎都是朝這樣來做 那目前做的狀況 我就覺得應該還算順利 但是可能將來還碰到一些更棘手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也是跟各個黨團 大家一起再磨合看看說 我們會不會採到一個更有效的朝野協商方式 然後更公開透明的方式來做處理 因為民主長在一切當然以多數覺得這個立法院 你認為多元的聲音還能不能存在 多元的聲音一定要給它存在啊 一定要存在啊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委員會中心主義一定要落實啊 因為委員會在所有委員會裡面 那所有的這個多元的聲音都可以在委員會處理 然後委員會處理之後再由委員會來做協商 那所以我們是很希望說委員會都能夠由那個召集委員來處理 大概大部分的案子 能夠都在委員會處理完畢 等到真的是必要的時候才做協商 那個民主長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立法院術院長當然宣誓說要推動網路連署 可建議重大法案政策 以及最寬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公民記者進入立法院來採網 那並且江漢業務單位在討論一些細節的這些規劃 那請問你認為改革一定會等於是開放嗎 改革跟開放 我想開放本身應該也算是改革的一部分啦 那至於剛剛所說的這些讓公民團體能夠進公民記者能夠進來 那我想我們也是在幕僚單位我們是覺得這個 當然我們是盡量會去做開放的態度來做 但是可能還是有一些限制跟有一些規範 我們是怕說如果說都沒有限制的話 如果影響到立法委員的職權 或者立法委員在等於是說在立法的過程裡有受到傷害的話 那我再請教你 你要是說從最寬的角度來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國會 你認為最寬最嚴它的認定是在哪裡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研究討論的啊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也是還沒有做最後定案 市長因為喔 第689號事件中提到 保障一般人為提供 這個具有新聞價值的資訊於眾 這個或是促進公共事務 討論與監督政府 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 被認為是確立了公民記者的一個採訪權 那請問公民記者和主流媒體 在立法院的採訪 採訪權需要要不要做區隔 目前來講我們對於公民記者的這一些討論跟那個 現在是由副院長來做全權來做處理 那我們還沒有完全定案 不過我想適度的區隔可能還是有必要 因為公民記者的新聞專業度 是不是要納入 要不要開放的考量 如果完全不設開放 不設限開放 那會不會發生一些弊端的可能 對啊這也就是我們 我們在擔心的啊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次整個裡面 有很多委員啊 也提出 包括 程序委員啊 是不是將來 因為他主黨提案等等 是不是要保留等等 我認為 這個需要好好的去審慎去研議 當然因為 很多都是在院會把它退回程序委員會 那其實有一些提案是不妥又不當 你要送到委員會裡面 會變成全世界的大笑話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一連串 有一些委員提的提案 那個送出去到委員會去審議 真的很多委員 就讓他們感覺到提的那個案子 讓人家感覺說 怎麼這個身為委員會提這種案子 那你要是說沒有一道程序來做一些 我是說你們要好好的去研究 我不是絕對反對 但是我認為要改革 就是一樣的把它改好 不要越改 讓整個立法院的這些委員 這個變成大家的公敵 變成大家的罵名 我認為那個是很重要 是 謝謝 我們也是朝之方向在做 好 謝謝 謝謝 院長請回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這個 林維州委員來幫我當主持好不好 好 接下來有段儀康發言 OK 好 好 段委員請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我們請 立法院法治局高局長 請高局長 備請 林維州長 您請坐 我在立法院當助理的時候 您就已經是立法委員 您是我的前輩 那時候還是第一屆的憎兒委員的時代 我在當助理的時候 就常常在立法院聽到一句話 說委員都是過客 立法院的職員才是立法院的主人 這個話聽起來很刺耳 但是它是事實 立法委員的確來來去去 立法院的這些職員 對立法院 對立法院的職長其實是最了解 但正因為是事實啊 所以立法院的職員跟幕僚單位 是不是能夠提供立法委員審查議案 的專業意見 其實是關係著立法院的表現 為什麼我會那麼在意啊 法治局的表現 我要請民主長先坐著好好聽喔 我最後會請您上來 我要跟您說您的責任 高局長您在法治局啊 其實很久了 從助理研究員 副研究員 研究員兼組長 在四年前你接了法治局的副局長 三年前你接了法治局的局長 對不對 是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 在立法院各委員會 各部會的業務報告 我們要聽的是什麼 我接下來跟你講我們要聽的是什麼 我跟你請問啊 法治局在您擔任局長這三年 有沒有提供了什麼意見 因為你們所提供的意見 立法院做了法律的修正 或者因為你們所提供的意見 在律法過程所犯的錯誤 因為這樣 而得到了糾正 能不能舉幾個例子我聽聽看 就如同剛剛那個 我們秘書長所報告的 簡單回答 就是我上任之後 舉例而言 對我上任之後呢 因為我們局裡面過去都做靜態的報告嘛 那所以我後來 舉例而言你就告訴我說有或者沒有 我們實務上齁對於 沒有 有 就是有對委員的提案 如果送到程序委員會排案的時候 我都會請局裡面的同仁齁 針對委員提案的現行條文跟法治的格式 我要請問請你舉例 因為有法治局的意見 所以我們促成哪一個法律的修正 提醒了立法院 或者因為法治局的意見 我們糾正在立法過程所犯的錯誤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了解 說話啊 好 謝謝委員 那我們就是針對委員提案的現行條文 因為現行條文是很重要 有時候委員的法案助理 他在賺你這個法案的時候 他有時候現行條文會講 你還是接著你剛才的話講 我叫你舉例 你就舉出實際的例子 哪一個條文 實際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同仁確實都有打電話給法案助理 說他那個文字齁 有一些誤散的地方 那有一些法案助理就會很高興 那一舉我跟你請問 會計法修正案 鬧了一個大笑話 少了一個字 對不對 對 那時候協商的時候 你是不是法治局局長 是 可是 那時候 在協商的時候 並沒有邀請我們去 所以法治局不在現場 對 你們副局長 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們說 法治局是院長的幕僚 不能對委員的提案提供意見 尤其是在協商的時候 因為法治局要在現場 如果對委員提供的意見 跟最後協商的結果不一樣 法治局沒有辦法交代 結果協商的時候沒有你們喔 這個是不一定的 就是說 有時候朝野協商就 在實務運作上 他會比較緊急 我再跟你請教 我請這個 法務部的副司長 麻煩請上來 法治師副司長 我曾經在今年 好 請上 的3月2號 來來來來 局長 請上 局長我還是問你 我曾經在今年的3月2號 分別向立法院法治局 立法院預算中心 發了函 要求3月2號喔 不是在我跟你們發脾氣 不是在昨天以前喔 是3月2號 要求提供貴單位辦公室人員編制名單資料 這裡面有序名我要的資料 請在3月4號禮拜二二下午5點以前 以電子檔提供資料 預算中心的資料 在3月3號送來了 預算中心的資料 是這一點 包括任職時間 包括職等 包括學歷 包括各個人員職務 跟主要工作內容 通通每一個人都寫得很清楚 我要請問法治局 在什麼時候把資料給我 包括委員 後來就是我們有打電話給委員辦公室的助理 那有提到說 這裡面有一些那個職員的編制 還有他那些學歷的資料 我們人事處都已經有 然後那個委員辦公室的助理說 他了解他會去跟人事處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預算中心比較傻 預算中心用了一天的時間 在3月3號把他們所有資料給了我 然後呢法治局呢 就跟我們說 叫我們自己去找人事處 好 個人員職務跟主要工作內容 人事處有嗎 這個職務工作的內容 我那時候有跟委員的助理報告 就是說我們依照我們主事法的規定 我們同仁不管是助理 副研究員或研究員 他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撰寫相關的專題研究報告 你們來跟我說明說 他們做些什麼他們自己決定 我現在跟你請問 我一開始問你說 你有沒有看過我們各個部會來做的業務報告 我跟你請問 你今年法治局的重點工作是什麼 是哪些法案 我們目前實務的運作對於行政院所提的相關政府提案 我們目前實務的運作對於行政院所提的相關政府提案 你告訴我說你做法治研究工作 你們法治局的計畫是什麼 我們內部的各組組長 我們都有開幹部會議 你是局長 是 每一個部會 包括法務部來做業務報告的時候 都告訴我們 他們今年打算有哪些重要的工作要推動 好 我跟你請教 我們林委員現在在當主席 昨天我們要通過臨時提案林委員特別替你們緊張 說你們人力夠不夠 對不對 我們你們書部局長坐那邊 我們特別跟書部局長請教 我說法治局的編制啊 研究員包括組長是研究員間的 副研究員跟助理研究員加一加 編制很多啊 四五十個啊 那你們實際現在有多少人 林委員記不記得書部局長怎麼回答 47啊 他說30出頭 對不對 30出頭 因為我們副作也沒有講錯 因為我們現在因為組長都是負責審核相關的評估報告 所以呢幹部的部分呢 裡面有幾個組長 目前是有五個組 那有四個組長 那副局長再帶其中一組 好我跟你請教 我跟你請教 你們除了局長副局長之外 你們現在的編制 研究員 11到17個 對不對 對 你們現在有幾個研究員 我們目前大概是17個 不是大概 你們就是17個你們就是滿編 你們的副研究員 13到19個 你們現在有幾個副研究員 因為我們這個有幾個 就是研究員是17個 其中4個是兼組長 那副研究員是18個 19個你們有一個去這個界調到議事處 就是那個 你們也是滿編 坐在議場那位我知道 對 只是有一個界調 你們助理研究員 13到19個現在是10個 對不對 委員想講完全正確 加起來46個 你怎麼算出 昨天怎麼算給我算30出頭的 你把他們當做什麼啊 就是像如同我跟委員講的 就是他可能是在講實際在撰寫報告 那審核報告的部分 他是去除掉 我跟你請教 我跟副市長請教 副市長你幾支等 11支等 你那個麥克風打開 11支等 你們市長呢 我們市長是邊階是12支等 但是因為是檢察官的身份 邊階12支等 依照法務部組織法的編制 你們法務部有6位12支等的副市長 市長 6位 是 11支等的副市長 不是11支等 是12支等 12支等 對12支等是市長 11支等是副市長 是啊 市長是12支等 副市長是11支等 是 你們法務部的主任秘書也是12支等 是 你知道 你旁邊的局長他是13支等 你知道我們剛才講的 法治局的研究員 那17位 他是幾支等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他是12支等 這17位 編制是11到12支等 但是每一位17位 現在都是12支等 每一位都可以去你們法務部當司長 你們法治局局長 你們法治局局長 副局長之外 研究員12支等 17個 副研究員 19個 扣掉那個界調的 18個 都是11支等 還有10個助理研究員 我問你們 你們這幾年 對我們立法院的立法 除了提供委員的助理跟你們問問題之外 你們有什麼貢獻 你們促成了什麼樣的法律案 你們研究法治 我這一疊啊 我就不要把你們的這個 這個人員的學經歷把它列出來了 光是你們這些高官 高階公務員 來副市長請回 12位 在部會 在部會 司長主任秘書籍的 17位 光是研究員 在法治局 你局長副局長 你局長的主管加級 一個月多少錢 我沒有仔細去看 你沒有仔細去看 對 2萬9千多塊 你副局長的主管加級 2萬6千多塊 你們光是加級 就超過一個大學生 的薪水了 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請秘書長 不好意思啊 我最後一分鐘 好 慢慢來 沒關係 秘書長 謝謝 國會的 專業的幕僚單位 的改革 是國會改革 最重要的一環 我一開始就講 因為我們是過客 他們是主人 他們是 不斷哪一個政黨執政 哪一個立法委員 他們都應該提供 專業的幕僚 的意見 但是如果 養這樣一群人 連他們今年每一年 要做哪些專案的 立法研究 都沒有計畫 這些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自己去研究 自己寫報告 通通通沒有規劃 每一個人的職等 都比 這些部會的高階公務員要高 這個 這個不要等立法院立法委員來動手 您是立法院的秘書長 這個部分 的國會改革 對於專業幕僚 的改革要求 調整 是你立法院 包括院長副院長跟你秘書長責任 報告委員 我非常贊同你的說法 而且我也覺得這個非常必要 那麼我們現在 如果 針對這個委員所 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我是覺得我們立法院的這個 幕僚群的確目前沒有做到 他們應該有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事實 所以我想我們會積極 這個來做一個內部的處理 那我也非常感謝那個段委員 你給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等於是非常一針見血的一個 讓我們知道說我們問題在哪裡 我們會盡快的來做處理 那對於國會改革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責無旁貸 我們一定會做 謝謝 民主長我下一次喔 是 輪職當招委 我再排 國會改革相關法案的討論跟報告 就要麻煩立法院 向我們提出 就是民主長要提出啊 對於幕僚這些幕僚單位 的改革的計畫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周辰秀霞委員 質詢時間12分鐘 主席 各部位首長 各位同仁 各位記者朋友 大家好 主席我想先請我們